是不是不停打轉線?沒錯 升等級的話就不停打轉線 40等級你大概玩兩個小時就一定有 這個也是正式sir 出了之後一個新的東西就是委託 你解一下任務的時候他會走一個支線出來 叫你去找一個報告板 佔了幾個任務你是不能自動導航的 你必須要靠自己去找 很難找 右上角三條線的任務會有說怎麼拿 對啊是有說,但找不到 我有看的,找不到 南部平原有南瓜 橋附近很多 鐵邊跑比較容易找到南瓜 有了有了有了 OKOKOK 交易所 南瓜原來400多G那不用自己找得那麼辛苦 好,雕像任 剛才說雕像任不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嘗試一下解 大譜 這個是有了 然後輕木五個 月光石 月光石要去水晶台做 我要碎了白妝線 分解裝備獲得 我在地圖上找餘木再做成輕木 你找了50顆原木,找了幾個小時 我看路 這樣分解吧 你們如果有事前登錄的話 右上角 設定 賬號 客服 幫助 如何兌換最好 按兌換就可以了 我負負責 我負責了 我負責了$68 以及$300 現在一下打千多 如果不是你大概一下打800 差一半傷害 那個在400 蝴蝶就有了 現在另外一個防具 之前風車跟大家試過 我就還沒買 暫時夠打 我想可能掛機的時候才能用得著這個 但是這個就不急要買 所有遊戲都一樣 你去到120 你覺得現在收成了 你才再買都可以 一次過可以拿到120 所以前期買這個 CP值暫時不高 但如果你玩到後面 其實怎樣都要買 我買了這個每日 送多一點蝴蝶 強化禮包的技巧 這個很重要 蝴蝶四百隻 每日送紅蝴蝶 每日送金幣 每日送強化卷軸箱 這個很重要 它一個箱裡面會開五張卷 然後我開到一張 受祝福的強化卷軸 這個是貴的 100個蝴蝶才有一張 這個遊戲主要是充裝 所以卷軸很重要 而且錢這個其實挺重要 一日25萬就可以拿去買這個 放包石 因為現在打怪有一個活動 它會跌一個箱 你要鑰匙才能開到 銅鑰匙打怪都可以出 銅鑰匙可以開到稀有等級 銅鑰匙有機率獲得英雄等級 金鑰匙更高機率獲得英雄等級 因為我今天下午開了一個金色的鑰匙 然後開到紫色的 用金鑰匙可以開金帽 我們來開這個 哥布林箱 小的先 金色就高機率出紫裝 一件會再玩過 到時跟大家來充裝 失敗 金色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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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色的鑰匙